有这种超能力,想要死都难 它的屁股是3D打印机 只要巧妙放屁 就能利用空气动力学院里 打印出想要的任何物体 像秀记说 那就打印个超细节的迷你病人 开会没马克笔 就现场打印一只 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困了累了 就打印能量饮料 喝完更提神 打满一冰箱 我总觉得它没利用好能力 要是让我也有这能力的话 保证让身边每位朋友一辈子 有吃有喝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民布马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搞笑超能力喜剧 真的不一样 最后四集 这四集有一男一女两条主线 咱们先看男的主角是刀带哥 他能倒放时间 自创了一锦小队 要帮助全球无辜少女 不过这世界人人都有超能力 他的超能力并不能碾压其他人 而且他每次只能倒退固定时长 结果小队第一次出任务 就被人吹爆 刀带哥倒退多少次都没有用 果断卖了队友 这事显然不地道 所以他痛哭几天之后 向队友们登门道歉 第一位队友的能力是召唤鱼类 他被捶爆后十分异谋 正打算去召唤海豚游泳消愁 道带哥就提醒他 他的能力是召唤鱼 而海豚呀属于哺乳动物 队友大失所望 就放了海豚鸽子 带道带哥去找其他队友 下个队友叫穿墙哥 在上次任务中负责穿墙取钥匙 不料墙体太厚 他被卡在墙里 只露出大屁股 后来呢 其他队友都被打倒 道带哥也卖了队友 他就露着屁股十分痛苦 也不知道后面咋样了 道带哥强别住校 也跟穿墙哥道歉 他措辞很烂 但有错就认 确实是领袖品质 穿墙哥承认他是个合格领袖 只是上次运气差了点 下次指定能行 下个队友叫神速哥 速度极快 道带哥想跟他道歉 却发现他跟一群小丑一样的家伙 组建了新团队 原来他经过上次战败 认定道带哥是废物 已经自立善投 道带哥怒不可恶 连轮三拳却全被躲 我看他日期混头 完全忘了神速哥的能力 他醒醒神 对了 我也有自己能力啊 只见他眼一闭 把时间倒回几分钟前 这次也不说话 直接一拳 天下无功 唯有出气不易不破 神速哥这种渣渣开除也罢 最后一个队友呢 叫打硬哥 也就是我开头介绍的那位 他不愁吃 不愁喝 傻傻的 一喊就归队 一警小队集结完毕 二次出击 这次干啥呢 打硬哥有个好主意 打击毒贩 他得知确切情报 某处废墟会有毒贩交易 之所以知道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有时也会加入犯罪组织 其他队友纳闷了 那你干嘛加入一警小队啊 因为犯罪能刷钱 星虾仗义能刷功德 功果相抵赢两次 行吧 那就这样 新任务是打击毒贩 不过当盗带哥制定行动计划时 最可怕的意外出现了 他女朋友不同意 要跟他约会 盗带哥只好列下flag 干完这条任务就回来约会 任务时间到 主角们披挂战斗服赶赴现场 你看打硬哥这事打扮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毒贩呢 大家摸到废墟深处 发现神速哥已经带着他的歪瓜裂枣 提前磨了过来 看来功劳归谁得看谁下手更快了 说话间毒贩逐渐激进 联火英雄一起躲进暗室 准备伏击 联火人最开始十分紧张 针尖对脉盲 这贴的都让人忍不住想暗头了 然而谁都没想到 那会毒贩干活异常莫及 联火人愣是蹲手到后半夜都困了 别看打硬哥下巴歪 三观可是正的 他劝盗带哥快点回家 跟女友约会才更重要 川强哥也附和 神速哥虽然是抢功 但也是打击犯罪 把功劳给他也不赖 盗带哥猛一咬牙 只好这样了 几小时候 当地报纸传来大新闻 神速哥带领他的队伍拿下毒贩 盗带哥的队友们也共享了功劳 盗带哥虽然没参与 但也回家约会 欣喜若狂 问题在于吧 盗带哥自己是欣喜 女友是若狂 因为他俩看了一晚上 花板摔跤的闪关视频 只有盗带哥好这口 所以盗带哥一晚上 心情加一加一 而女友是好感 心满意足 女友却已经在思考分手的事了 他肯定不光是因为 看个视频就分手了 也有更深层的矛盾 但我就不细说了 女友正着猫怎么分手 离谱的事发生了 盗带哥突然宣布个喜讯 他要给女友办惊喜派对 这也不过节 也不过生日的 突然怎么了呢 女友十分意外 但气氛都到这了 只能假装惊喜 分手也暗下不提 派对是由盗带哥亲手不知的 处处体现着他的另类审美 看着就像连环杀人犯的现场 抛开审美不谈 他倒是挺用心的 特意送来女友最爱的小白花 记住这个细节 女友随手把白花 插在了盗带哥的衣兜上 有一说一 女友心情也挺矛盾 一方面 盗带哥确实做到了所有细节 但他做的这些又笨手笨脚 反而惹人讨厌 女友犹豫半天 还是快刀斩乱麻说 他觉得盗带哥太年轻 太简单 有时甚至像孩子 按他这个年纪 出去找个稳定工作才正常吧 盗带哥眼前一亮 是这么回事啊 于是盗访时光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女友下定快刀斩乱麻的决心 又要提分手 不料盗带哥一副成功男士的架势 竟然在跟面试官谈硬币 女友露出慈母般的微笑 又一次放弃分手 蹦蹦的打 盗带哥松了口气 一边填饱肚子 一边跟打英哥吐露心声 最近他真是太累了 女友老是闹分手 他必须频繁盗访时间来挽回 打英哥一问才知道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28个小时 他这么长时间一觉都没睡 这倒是能解释 为啥今早盗带哥突然要办惊喜派对 肯定女友那时就有分手苗头 他倒转时间 想用派对堵住女友的嘴 之后的种种细节也是同理 盗带哥觉得 只要他找出女友所有不满 全部解决就能修补感情 目前头疼的是 他的体力不足以继续使用能力 打英哥不愧是法味狂徒 随手掏出瓶神秘液体 他提升效果MAX 一瓶顶十瓶能量饮料 唯一问题是 他是一种工业润化剂 倒带哥管不了那么多 一口下肚 亮眼争亮 真是个好东西 他要打英哥整个一兜子来 几十分钟之后 他俩抱着成吨润化剂上楼 以为狂喝就完事 然而女友发现了个大漏洞 倒带哥在聊天时昏昏沉沉 他兜里的白花竟然已经衰败 女友脸色顿时大变 因为这个花是派对开场时 他刚插进倒带哥怀里的 案里应该鲜活 他知道倒带哥的能力是 倒访其他人的时间 只有自己和身上的物品 不倒访 他从这儿就推论出 倒带哥已经使用了 无数次能力 一定是自己每次找他分手 都被他岔开了 女友的心拔凉拔凉 意识到整场派对 都是倒带哥的计划 他太了解倒带哥 知道他频繁省超能力 必然要大量补充能量 找一圈就发现了润化剂 这下证据确凿 女友倒光一了 当面对质 倒带哥明显慌了神 督促倒带哥再打一瓶 自己拖住女友 可他做的一切 非但没能留下女友 还加剧了女友决心 分手两个字 到底是说出了口 倒带哥防线绝地 接二连三使用能力 可他体力耗尽 每次只能倒退几秒 总是回到分手瞬间 倒带哥觉得太累 女友也很心疼 搀扶他上床休息 倒带哥怅然放弃 润化饮料怦然入地 可惜太晚了 倒带哥的爱情 就像这瓶饮料 他变了太久 就算落地 也不是当初的味儿了 倒带哥的爱情 长跑到了终点 谁都没想到 结局竟是分道扬镳 以上呢 就是第五到第八集 倒带哥的全部故事 下一期我还要讲这几集 但会是女主角 珍的故事线 珍本身并没有超能力 被身边每个人玩爆 她的爱命男友也很废材 能力竟然是变猫 关键这种变身并不可控 而且变完就彻底失忆 智力也跟猫咪一样 这跟养了一条真猫 有啥区别啊 你说这段 人猫之恋能不能跨越 生殖隔离 结出爱情的效果实呢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